我俩在一起已经两年多了 刚开始在一起感觉还不错 但是到后来 我越来越发现 她身上有好多非常讨厌的毛病 让我感觉根本没有办法跟她过下去 两个人在一起就得磨合吗 你告诉我那些问题我会改的 哪有天生就那么合适的呀 你那是小习惯吗 反正我忍受不了 你太磨叽了 出个门叠个衣服能磨叽个半天 谁能跟你过下去呀 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每个人都有些自己的习惯吗 我觉得很正常啊 我可没有耐心等你改了 而且我也看不出来你有什么改变 我们还是分手吧 接下来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富28岁 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司仪 来 有请小富有请 女嘉宾小王 23岁同样来自黑龙江 婚礼策划师 来 有请 有请小王 有请 欢迎两位啊 司仪 婚礼司仪是吧 对对对 婚礼策划师 同事是吧 对 多久了 谈恋爱 两年了 就是要打算结婚 对不对 对 但是觉得她特抠是吗 特别的抠 抠到我自己都忍受不了了 你知道吗 主持人 我俩在一起都两年了 她总是因为工作忙 然后没有时间陪我 逛街买衣服 可以 你可以不陪我 但是我让你给我买一件衣服 你都不舍得 你觉得你合格吗 买衣服 家里有很多衣服了 我已经给你买了很多衣服了 很多衣服是你给我买的吗 很多衣服呢 是我自己买的 是你给我买的吗 我要的是你给我买衣服 那我往银行卡里充过钱呢 也让你买 充钱跟逛街能一样吗 我让你陪我逛街 给我买衣服 充钱我还不如自己 就花钱充了呢 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我喜欢一个包 我说你给我买吧 但是呢 她说嫌贵不给我买 然后或者我自己出钱 我说你帮我存一下 东北的天特别地冷 都零下二三十度 然后我平时我也不太愿意出门 我说现在你去帮我存一下 我从晚上五点 磨叽到六点来种 然后还是不给我出去 我说你要不出去 我就自己存了 然后她可能听不进去了 然后就说行我给你存 然后存去以后 回来还给我剩 什么意思 什么叫存 就是存钱啊 你是说网上购买吗 对啊 然后她说去了以后 还给我剩一百块钱回来 我认为在网上咱俩已经看着很多包吧 有一百多有两百多有三百多的 那我感觉两百块钱的跟三百块钱的 那是差不多呢 只能也差不多 我为了给你省一百块钱 可是我就是喜欢那三百块钱的包 你为什么要给我存二百呢 那我是为了给你省一百块钱吗 如果我要喜欢二百块钱包 我就直接给你二百块钱了 我是为了给你省一百块钱 那一百块钱 可是我不需要省啊 再说你眨起来 或者你吃顿饭不好吗 何必家里很多包 你何必要买那么多呢 买那么贵的包 我乐意啊 既然你不给我买包 我自己买你还嫌贵啊 你自己买我不是嫌贵 我也是为了给你省钱嘛 最可气的就是买来的包吧 我还得放在它那儿 它允许我要背 我才能背 我不是说非得放我这儿 我是说给你省一省 我喜欢什么 我就自己会去背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你那包太多了 我是让你今天背这个 明天背那个吗 都跟你有关系吗 换点样子背吗 我就喜欢背这个 我今天我就要背这个 你管我那么多 行 包的事咱们不说了 说点大事 我比较喜欢去外面吃饭 吃一些快餐什么的 但是呢 他从来没有领我去过 最可气的是 他不领我去也就罢了 他总是在朋友圈里 晒一些 他跟他朋友一起出去吃饭 但是那些场合 他居然都没有我 为什么呀 我妹不带你 每一次吧 我干完活之后 我跟我朋友吃饭 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 我说喂 你在哪呢 我说你直接打车过来 我给你报打车费 还打车呢 你都扣成这样了 你怎么舍得给我打车 你要真有心了 你就直接会过来接我 咱俩一起去 这么说你还是没有心呢 因为朋友都在那等着呢 我不能特意说 为了接你一趟 朋友在那等着呢 他会不会提前跟你说 提前说你会不会提前告诉我 咱俩今天晚上出去吃吃点 对不对 朋友请客 我之前跟你说 我说让你打车费 我已经跟你说了 往里吃不过来 往里还埋怨我 之前是什么时候 之前人家都说完了 等到晚上都快吃饭了 叫我过去 那你还不如不叫我呢 主持人 我跟你说 就是我俩在一起两年多了呀 然后去我家的次数 都寥寥可数 他经常留我去他家 但是他见我爸妈的时候 真的是 八手指头都能数出来 而且到现在 我们爸妈都不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性格 就是感觉他这个人吧 既小气又抠门 正常男孩该有的霸气 担当他都没有 有一次我比他晚 半个小时回家 到家以后我就看着 他脸上坏了 猫在沙发底下趴着 就是怎么叫都不出来 有一次我抱猫 我歇一歇一的猫 我跟猫贴的脸 我蹭一蹭猫的额头 猫嘛 就是给猫 可能给猫蹭疼了 猫不小心回手 一下子给我鼻子挠 你给猫蹭疼了 你得使多大劲啊 给我鼻子挠坏了 而且打完以后 已经到我这儿来告状 你说你跟一只猫 你即要什么样 你打不过它 你说说 我什么时候打过它了 那次确实 回手给我鼻子挂坏 我把他 我做婚庆的 我特别注重形象 完了 我把猫不小心扔地下了 扔地下 我小心拿那个小棍 我怎么叫他都不出来 你得给他吓成什么样啊 最可气的就是 他好不容易请我吃一顿饭 东北的天气多冷啊 零下二三十度 那么冷的天 我说打车回去 你却让我自己走着回去 咱们吃饭那个饭店 离家非常近 只有十分钟的距离 十分钟 你让我走十分钟到家 给我得动什么样 万一给我动病了呢 谁管我呀 我认为饭店离家 只有十分钟的距离 我已经吃完饭 锻炼锻炼身体 又打扫我去 都锻炼身体了 多好啊 那后来你让我打车 我不是给你打快车 打快车你非得要着急 打快车 打个二三十分钟 还没有打着 你骗谁呢 后来打出租车了 打了十多个 持的量出租车 那都不拉 明明有空车 你不打 竟打一些有人坐的 谁停啊 打半个小时车 打不着 那你也埋怨我 那谁是不拉 那你不还是没有心吗 你要有心 不就早就打着了吗 还用 打那么长时间吗 你忽悠谁呀 还有就是我朋友过来 你为什么不让人来我家呀 我同学都两年多 三年了没见面了 好不容易要来看看我 你为什么呀 不是我不让人来 你之前跟我说的 你同学要来 非得要在咱家住个四五天 那人家是有父之父 人家男朋友不会担心吗 人家住四五天不回家 人俩不会打着 既然要来咱家 人家男朋友已经让来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人家来了 他是跟他男朋友吵架 才来了咱家 吵架 你跟他很熟吗 我跟他不熟 我听你说的呀 你听我说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啊 你之前不是告诉过我吗 那你忘了 我忘了 你喜欢他什么呀 我喜欢他当时特别单纯 当时是指什么时候 刚认识的时候 你现在喜欢他什么呀 想娶他吗 现在确实是想娶他呀 但是他每次都是 就是因为一段生活当中的这个 我认为是生活当中一些小事啊 就是总给我吵架 一点不顺心 他就不满意 好 我就不满他 小气 抠门 还磨叽 我怎么磨叽了 你怎么没磨叽 从上台到现在 你磨叽多少了 我上台我到现在 我都没说几句话 怎么就要磨叽了呢 你还没说话 你还想要怎么说呀 好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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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啊 你今天为什么来 今天他非得让我来 说要跟我分手 不跟我处了 反正我跟他是过不下去了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圈 男生真的很会算账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学财快的 也不是 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学主持人的 哦 原来你自学成财的 这么会算账 刚才我看到了你的眼神和表情 你非常精明 也非常的老成 女友虽然像强林嫂一样的 说了一些小事情 但是这些小事情当中 也看出你的问题 你们两个人经常为了打车 为了风雪天出门吵架 有没有考虑过买一个车呢 考虑了 老师 但是他不会开车 我认为打车来回 一天花50块钱 那你这么说下来 10年呢 才拍不到20万 我认为又是买车呢 你买一辆车20多万 你再加上保养 再加油钱 就得将近30多万 我认为不合理啊 你说的对 我认识力太迟了 我干嘛这么早买车呢 或许你真跟精明的是 他如果学会车以后 你不是别说他买车了吗 对 他不是要花钱吗 那哪肯啊 我只想和你一个男人说 我们男人可以精明 但是我们精明要精对地方 特别是我们不能对自己的亲人 和所爱的人太精明 如果这太精明会把亲情精美了 把爱情精美了 最后一定是一逼不划算的账 虽然你很会算账 好 谢谢 谢谢伯鸿兄 来 曲总 可是刚才我听着你们俩的矛盾 云山雾罩 你真正了解对方反应出来的行动 背后是他内心什么样的感受 你不了解 你说他对你不关心也好 但第一年其实热恋的时候 还是一切正常 那怎么到第二年就变得这么 跟你之前认识他不一样了 你所有的要求 到底是合理的 还是无理的 在你的心目中 到底是谁的问题 你自己心里清楚不清楚 你今天到这舞台上来 到底是说 想找一帮我们 这个都支持你的人 然后说他的问题 还是说你无意之间 就暴露了自己 最大的一个错误 你最大的错误就是 你根本就不知道 应该去找什么样的人 也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明明说过的话 自己忘记了 但人这几种 到底问题在于他 还在于你自己 所以我觉得 我不在意你 你所说的那些小事的矛盾 因为你说出来一种形式 他回答又是另外一种状况 所以我在意的就是 你为什么会这样 说的和实际做的都不一样 我们不知道 应该相信你哪一句 但是只知道 通过你所说的这些事情 你们这两年来 相处的一定很混乱 我们听起来都很混乱 以至于他一定会觉得 你到底要什么呀 我到底要做到哪个方面 你才能满意呀 我叫做很简单 老师 其实 我就想让他 不要再就是那么的莫敌 有点担当 行吗 那既然你喜欢 不墨迹的有担当的 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两年呀 还是说他一开始 并不墨迹也有担当 为什么到后来变成了这样 对呀 那为什么呢 是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 我说了 我刚才说过很多次 我说咱俩真的不适合 我说 那就分吧 不行 就不过了 他说我会改 我一定会改 他改了吗 我一人再再二三的给他机会 可是他没改 我实在坚持不下去 那小伙子 他身上哪点吸引你呀 我感觉他挺单纯的 他身上确实也有一些小毛病 但是我感觉啊 受到我的影响 他会把这些小毛病改掉 改了吗 也没改 你到底知道他要什么 我感觉受我的影响 会让他 你别猜了 我告诉你吧 他要的肯定不是你 你再怎么去改 一定不会达到他的目标 因为他说的 你实际很多事情做到 但还觉得你做不到 所以你根本就不是 他心里不用想要的那个人 分手吧 别这么糊涂地进行下去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托老师 听到现在我在想 你们都在说些什么呀 我实在是找不出头绪 因为从上场到现在为止 你们没有谈论过任何 感情的事 不管是共同历经艰难 甜蜜的回忆 还是似是而非的风花雪夜 你都没有 这两年来 你们彼此之间 似乎没有真情实感 你们没有说出一点真情实感 所以我对于你们的奉劝就是 如果想要谈恋爱 拜托们你们 知道自己在爱情当中 应该付出什么 就这样 东北有一个小品演员 老有一个科叫上点心 是吧 上点心吧 这话听起来大家会乐 是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人生活得太不上心 太随意了 就你们俩这恋爱谈的 至少在你们整个的描述过程当中 没有感觉到你们恋爱过 恰恰你们的生活方式 让很多人看到了 在这个时代 如果你昏昏噩噩的话 你的生活轨迹是什么样的 算给你们敲一个警钟 爱情的事先放一边 考虑一下一个28岁的男生 未来应该怎么办 一个23岁的女生 未来应该怎么树立一些目标 让自己的人生变得精彩 让你的爱情变得精彩 不要再昏昏噩噩了 如果女生今天坚持要走的话 希望男生真的像一个男生一样 对吧 人家说还有一种爱叫放弃吗 学会放手也是爱的一种方式 也是一种进步吗 好吗 按你们自己考虑 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 亲爱的 我生活当中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缺点 我也会赶 我认为这都是小事 我会赶 对你按照的要求去做的 待会你再能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你能做到吗 我能做到 你可以接受豆豆吗 可以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都两年了 你放心吧 我肯定会对你好 也会对豆豆好的 可是我不放心呢 你会以后生活当中 看我 看我怎么对你好 怎么去对豆豆好吗 还是事成见吗 不要听我说 你要看我怎么去做 大胆地猜测 豆豆是那只猫是吧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大家关注 新浪娱乐 投资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富富黄娱乐 欢迎大家登录 游酷头肚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现在请您拿起手机 扫描评图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 外事大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直播后 也可以通过 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是外事大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请开门 精彩节目 稍后 请开门 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华童 有请吧 本节目的礼品 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 医药保湿 伊贝斯 防晒霜提供的 来 我们来见证 属于他们自己的 那个浪漫吧 各位见证一下 来 亲爱的 你不是一直想 有一个完美的 休闻仪式吗 那么在今天 我面对的全国观众 为你呈现 亲爱的 请你嫁给我吧 你可以做到吗 我可以做到 能做到什么呀 我能做到对你好 对逗逗好 请你相信我 画一下 画一下 请亮灯吧 祝你们幸福 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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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 伊贝斯 爱情保险子 来自万事台 爱保专区的网友 向图老师提问说 毕业了 男朋友想带我回老家 可老家呢 是个小城市 但工作好 留在大城市 我们虽然离我父母近 但是会活得很辛苦 我该怎么选 到底是离父母远 小城市工作好 还是离父母近 大城市生活辛苦 这的确是个问题 但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 想的不是如何学有所用 实现自己最大化的价值 而是想离父母近还是远 生活的辛苦 还是轻松 长此以往下去 你只会辛苦 不会轻松 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走到哪儿 最后都不会快乐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也谢谢我们其他两位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 业要保湿 伊贝斯 伊贝斯 防晒霜 冠名播出的 如果电视机前的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谢谢现场观众朋友们的热情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